在今天上午商务部召开的发布会上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 目前世界500强公司当中 已有约490家在华投资 未来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的制度体系 继续鼓励利用外资 为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 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 下轮我们的高水平开放 有过去的以要素和商品流动性的开放 转向于规则和制度性的这种开放 是一种更深层次 更全面 更高公平 也更加包容性的开放 所以要保障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 形成各类市场主体 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 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1383亿美元 稳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 也显示 中国营商环境排名 由上一年第78位提升到第46位 大幅度提升 这反映了中国营商环境改善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下一步 中国将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环境 为了继续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合作 今年10月19号至20号 将在山东青岛举办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研讨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为跨国公司带来的新机遇 以及跨国公司赖以生存发展的 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新变化等议题 截止到目前 已经有26个国家和地区 188位境外跨国公司 企业的领导人确认参会 其中有49位是世界无败强企业的高管